离开就是离开 分手就是分手 错对没有意义 穷瑶借和尚哲理 反击平心涛前妻十大指控 眼泪是会有的 崩溃是会有的 但是我都会重新站起来 用赞能量来面对这一切 穷瑶阿姨真的很坚强 最爱的平心涛前年 因重逢十指住院 她为了老公是否压差鼻胃管 杠上平心涛和前妻李婉珍所生的三名吉女 最后虽然交出照顾权 人写的本书回忆夫起点滴 不过这事情还没完 23日皇冠出版社 宣布出版平心涛前妻李婉珍的新书 往事浮光 揭露了崇瑶逐步变身平心涛的正宫十大内幕 像是跑来家里秀新衣服 边吃牛肉干边热线 崇瑶加窗帘是平心涛最爱的大红色 加上五斗桂看到崇瑶写的情书 林婉珍在家顾小孩 老公却在崇瑶玩欧洲一个月等 所以我说爱到极致 把痛苦留给自己 对你最爱的人放手 崇瑶沉默一天后在脸书po文 开头先悼念病室的导演好友刘莉莉 接着话风一转说 岳飞的词作小崇山正是我的亲情写照 更分享了一段和尚开示影片 命名为问世间情为和物 诶似乎是用来开示平心涛的前妻呢 师父 叶子离开树 是树对她不好吗 不是 那是风抢走了她 也不是 那他们在一起好好的 为什么要分开呢 嗯 分开只因为 他们不再合适了 崇瑶 我心好痛 是说乃哥演过崇瑶的婉君 我们来问问他的看法吧 他会觉得崇瑶阿姨会有委屈吗 还是 这他们家庭的事情啊 嗯 是不是谁委屈 我也不能评断 我只有跟他的儿子女儿有联系啊 我跟崇瑶阿姨几乎都没有 没有再碰到啊 因为崇瑶阿姨是身居检出的人 他不太会参与一些 不管是公共事务或私人的那种 褬动新闻 那会不会觉得公众人物被这样 家事又被这样摊开来这样 这没有办法 都还不是你们 嗯 八道 就